財資大盜 林極營 何文堅 繼續回來財資大盜 先看一看大家雷布警告是現性生效 天氣有時變化都可以很大 特別是暑假期間七、八月甚至九十月 都會突然間有惡劣的天氣 其實我們現在香港有惡劣天氣 甚至打風時都有機會有停滯的情況 一直都在說 是否應該在惡劣天氣之下不應該停市 可以繼續做一個trading 這個話題其實大家都很關注 之前都傳說有機會到年底才能夠正式實施 但最近其實彭博方面也有消息說 可能最快有機會在九月方面 可能實施惡劣天氣之下有機會 可能會繼續開市 照著這個話題我們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討論 就是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鄧星興和我們討論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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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風,照開市安排,早前港府流口風,有細節後再準備,可能到年底或明年才會行 現在彭博、外媒,不知為何有消息,9月實施,你覺得業界能否準備得及? 其實在惡劣天氣下的交易,其實我們業界已經討論了很久 因為基本上我們業界那麼多個團體,跟財富局也好,跟這個間鎖也好 其實都開過很多次的會,基本上在一定超過一年的時間去討論業事 還有很多券商方面早已準備應付劣天氣方面開市 最主要原因是大家都經歷過幾年的疫情 在疫情的時間方面,其實都因為疫情的關係,可能工作上安排的話 都未能夠親身回到公司,實體公司裏做的安排或者交易 而交易所方面,當時也是安排了一些特別的改變 以前我們可能是secret,中英結算的話,我們的同事就要回去插張卡 才可以做到這個操作 亦都不可以讓你長期插張卡 同事走了的話,都繼續插張卡是不行的 但因為經過疫情的時間關係的話 其實都已經在secret上安排,都作出適當的調動 所以基本上就是work on point on,大家都會很習慣 我想大家比較擔心或擔心在交收層面上 因為你知道,證券交易就不是只有我們券商 是需要很多持份者配合,包括最重要是銀行 即是你做了交易,但銀行是結束不了的 客戶方面是進不了錢,或者你券商方面 就不能夠調撥些錢來做交收的,也是很大件事的 所以這個銀行上面的話,金管局也作出了一個適當的安排 基本上就是在電子支付上面的話 其實都已經是沒有太大問題了 唯一可能就是擔心那個支票上面 那個入支票方面,那天是不是一個支票的clearing day 但我相信這個就是如果銀行方面 可以都作出一個安排的特別的arrangement的話 我相信這個也是解決得到的 我相信事實上也是趨勢是這樣 我想大家在香港都知道 全球很多主要的交易所 包括倫敦、紐約、甚至深圳 或者是所有交易所 都是惡劣天氣trading 而我們正在強調我們的交易所的特點 就是互聯互通 就是跟越來越來越方便 就是作出互聯互通 如果人家是做trading,而我們是沒有交易的話 那又好像說不過去 我想問Kenny 其實一直以來市場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但是譬如我們看到有些小型的勸商方面 他們擔心可能資源上面不夠 或者他們人手上未必分配得到 整種情況對於他們來說可能會有一個壓力 這方面又怎樣去理解呢 我相信也會有一定的持份者方面 是會覺得不便的 這個很難說 所有政策推行的話 所有人都滿意得到的 不過我相信 因為現在的全都未證實 到這個真正去推出的時間 相信都有一些過渡期 在過渡期上面的話 我相信政府或者有關當局方面 都會為一些特別的貫商方面作出安排 因為其實我們的會 基本上跟財富局也好 跟這個介紹也好 開這麼多次會 其實都感受到 他們都是 你說出問題 他們都會盡量幫你去處理 都會對證一下藥的 希望 就不會好像表面諮詢 但實在不諮詢而推行 就不是那種東西 日本也無懼打地震 地震就開始了 香港也打風 當然有時有些巨風 表面路面交通都會停滯 如果少數工作人員 後勤電腦要回去 有沒有應變方案呢 其實疫情我們習慣了 可能在中環租間酒店房 給員工也有 早點說是否可以有這些部署 AB team 我覺得 這個最重要的是公司和員工和客戶上的溝通 其實我相信 那個客戶也可以選擇的 萬一假設 如果真的 某個捐商不能夠提供到一些 是按著天氣之下加約的 其實這個是自由市場 那個客戶方面 也可以選擇一些 真的可以提供到服務的捐商 還有第二 我覺得不需要說到這麼複雜 因為始終我們現在日常生活的話 包括財務 或者銀行處理的那些 其實根本是不用去銀行的 我都很久沒有親身去過銀行 所以在股票交易上 其實都應該與時進步 不一定要實體去每日討論 市場上還有很多招式 除了打風開市之外 就說到怎樣活化我們 其實整個股票交易市場 其中一個就是不需要一手手買的 就是學一下美股 拆散來買都可以 一千元兩千元又可以 這個方向的討論業界 歡迎不歡迎 這個當然是好 因為其實可以將入場費方面 是降低的 因為你看回很多大價的籃籌股份方面 其實他們的入場費 其實他們的入場費 都數以幾萬元去計算 甚至十萬元都有 變成一般的投資者 想入市 可能都會有一個障礙在 現在美股那麼受歡迎 當然美股受歡迎 也有他本身的基本因素原因 另一個原因就是 它的入場費相對是較便宜 就令到一些年輕的投資者方面 是比較容易 門檻低一些 亦都比較方便一些 容易去買 我相信如果將門檻降低的話 那是 可能都是一個好的幫助來的 另外呢 如果你說可以活化市場的話 都值得說一下 就是那個互聯互通 如果是加快 就將人民幣跪桌 可以進入互聯互通的交易的話 我相信這個就是大幫助 還有它再配合股息稅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 就是透過互聯互通 就買H股的話 你的股息稅是去到20%的 但是如果你在內地方面 就是買內地的股份的話 如果你持有超過一年的話 其實那個股息稅就是免了 這個就很大幫助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H股相對A股 是有一個挺大的抑制的 如果能夠是人民幣跪桌 加上剛才股息稅的因素的話 其實我相信 就會令到更多內地的投資者 透過這個互聯互通的機制 來香港買這些H股 因為現在H股的賣點是什麼呢 息子就高 間間都在說 7厘8厘9厘這樣 那你試想一下 再有一個抑制 就是說股價折讓 然後又不用給股息稅 又可以用香港人民幣 來買到這些高息的股票的話 相對內地國債的息得兩厘幾的話 是吸引的 南向通的開戶 就看到的數據 就是爆炸息爆發 今年2月一個月有1,800個新開戶 去到3月就有23,000多個新開戶 可見這個笨章式就頂住港股 行指都靠它 應該絕對是 我們經常都說 過往那年很慘 沒有外資 缺乏一些海外投資者 近來你看到 資金流入香港市場方面 其實是改善了 包括北水方面 都經常持續增持 第二 除了北水以外 都是多個資金流入 有些投資者就會覺得 這些都不是一些海外資金 我又覺得是這樣的 錢是沒有記應的 總之是有資金流入就可以了 市場一定是好的 你不會有資金流入 市場變差了 我不管是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中國也好 或者中東也好 總之有市場來香港的話 我相信對那個成交量 還有估值都有幫助 接下來當然還在消息 我們一開始說的時候 計劃現在說傳近最快 今年9月實施打風不停試機制 接下來你們會不會跟局方方面 再有一些溝通 了解一下業界方面 他們所需要 看看特別是一些 中小營的勸商方面 他們有些什麼需要 跟局方方面反映 這個一定會 因為其實我們都定期 跟局方方面會面 還有我們業界方面 定期每個月都會有些聚會 都會就著一些 在業界一些重要的議題方面 跟議員也好 跟局方的反映 如果真的確定了 落實推行 相信剛才說 可能有幾個月的實施期 我想這段時間 更加會加強 跟我們的會員 溝通 究竟有什麼困難 需要什麼支援 應該都會做的 好 今早我們跟鄧星兄 談到這裡 謝謝你 看看今天就是6月11號 如果真的要到9月實施的話 其實都是兩個多月的時間 接近三個月左右 可能真的有什麼問題 或是跟局方好好溝通 局方要盡快宣佈 一些細節 之前都說過方向是做的 諮詢過業界 但具體執行的時候 就吸收垃圾經費的經驗 你到落地走的時候 才知道原來很多問題 或者一路在辦公室 冷氣房是想不到的 當然股票交易也都在冷氣房進行 聽多些業界的 我們這輪找多些業界的朋友 去說說他們不同的意見 就算是業界的困難 都要執行那一刻才知道 好像垃圾經費 大家執行才知道 原來餐廳怎樣做乾濕分類 沒有廚房也無謂放 那樣 照道理這個議題 也沒有那麼複雜 打風可能 原來又要某個姐姐開門 那我姐姐又怎樣回去開門 這些問題 就是殺到身 才會想到解決的辦法 盡快公佈細節 等到打風 不用說不能交易